Hello,大家好 今天我来带领大家申请一个美国的 i9学生邮箱 这个教育邮箱的话呢 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我在最近几天也搜索了很多的内容 但是呢 现在也就是2023年能用的教育邮箱 不超过5个 我的意思是能够免费注册的这种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csn.i9 它是南内达华州立学院的这个地址 然后呢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地址 去申请一个属于自己的学生邮箱 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就是一个美国的代理地址 然后呢一个Gmail邮箱 还有一个美国的住宅地址 这个呢我们可以用地址生成器 然后它包括了这个社会保障号码 然后还有一个美国的电话号 可以用GV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个不存在的电话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正式开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册步骤 在这个网站我们点击一下 这个就是南内达华州立学院的官方地址 然后我们在这点一下注册 到达这个页面我们点击首次学生注册 然后我们向下找 在这里再点击一下 那接下来呢我们 到达的这个页面我们在这点击创建个人信息 然后他让我们输入一些内容 那接下来我们先去找一个地址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用到这样一个信息 然后我们来注册 首先是我们需要输入 first name和last name 然后是邮箱 我就使用这样一个邮箱 设置一个密码 然后是生日 99年11月20日 同意这个协议 创建个人信息 他说我这个邮箱已经用过了 看来我还需要再找一个邮箱 现在我更改一下邮箱 然后重新输入密码 输入生日 好我们再一次创建 我们在这保存一下 他让我们到邮箱里去进行一下验证 但事实上我们没有收到邮箱 我查看了一下邮箱 但是我们没有收到邮箱 那么我们就回到上一个页面 在这再点击一下 输入自己的邮箱和密码 然后登录一下 登录以后这显示的就是个人信息 然后在这呢 我们让他重发一下验证邮件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邮箱有没有 这里有一个垃圾邮件 他提示说邮件有风险 但是呢我们要放行这个邮件 好的那下面呢 我们得到了这一个验证的链接 我们拷贝他 然后继续回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浏览器 好现在显示邮箱已经验证了 我们在这点击申请一个应用 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的这个页面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有些东西也没有必要填写 我的原则就是能不写的尽量不写 那避免我们出现错误 在第一个步骤这里我们就选择第一个 首次 然后点击nest 这是第二个步骤我们不用填写 点击next继续 那第三个步骤的话呢 我们需要填写一些内容 这个我们就可以随便选择 随便选 他红字的部分是要求必须填写的 这里需要填入我们的地址 国家我们选择美国 州我们填写的是UT 这个是City Address 地址是这个 然后邮编 这现在广告变得很多了 这个电话号码 就随便写一个吧 填写这个 用Type AOTR 我们点击next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他说电话号码错了 这是让我们选择高中 高中的名字 我们在这选 毕业日期 那么我们就选2020吧 8月1日 这些我们就都不进行选择 我们再点击next 这里我们要选择学习的领域 也就是专业吧 我们随便选 然后再点击next 现在是第六个步骤 那这里边的声明我们都需要勾选 然后需要一个电子签名 电子签名的话 我们直接把自己的名字 复制到这里就可以 今天是5月5号 那接下来我们点击next 好了 如上信息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点击提交 这里边他说已经提交成功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要等待他的邮件 一般情况下呢 两天三天四五天就收到了 那么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邮件 是这个样子的 基本上从这里开始就是他的邮件 这个是验证的邮件 这个邮件就没什么用 收到这样一封邮件说明注册成功 然后我们需要登录的地址是这个 我们点击这里 进入到这样一个地址 大家注意一下啊 就是这个邮件呢 事实上是我在几天之前申请完的 然后呢 你等到邮件以后 也按照我这样操作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ID 填写进去 接下来我们要写入 last name 那这个PIN指的是社会保障号码的后四位 如果你在填写刚刚表单的时候填写了 这个SSN号码 那么你就试一下最后四位 如果你没有写的话 我刚刚就没有写 事实上你就填入四个9 他在邮件当中已经说明过了 我们点击Next 这里边点击我同意 然后他让我们选择密保问题 在这里设置密码 这一步非常关键 然后他还要包含有特殊字符 我们Create 接下来我们再到这个地址去登录一下 同样是这个学院的首页 这一次呢我们点击登录 这里的用户名是邮箱的账号 然后大家呢可以在自己的邮件当中找到 这里边要接受一个质询 保存一下 选择问题 然后我们在这里再点击一下更新配置 点击继续 我们到达这个页面以后 他说我缺少BerryPass 我们不安装了 我们点击一下取消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点击主页2 这里边有一个学生邮箱 我们点击进入 这个邮箱不是 这个邮箱是我早先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要登录的邮箱 这里边大家别忘了我们要用到ID 然后atstudent.csn.eco 然后我们输入刚刚设置的密码 点击登录 这里我们保持登录 这个密码保存一下 看起来这个邮箱的速度挺一般 然后我们在这可以看到个人信息 邮箱的地址呢就是这个ID 再加上后缀 然后今天我们的邮箱就申请到这里 当然他还附赠了一个 OneDrive 它是Office 365的嘛 至于大小呢我也没有必要去看了 然后今天的视频呢我就给大家录到这里 整个的过程大约耗时四天到五天的时间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注册一个 好了感觉我的内容对你有帮助 请给我点一个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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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